各位觀眾 有16歲的小路 早在起事這無照騎機車去檢查 在路上 機速都安定 撞到公車 經期送便宜 送給不回來 表列的這個管理 也發生說 買到外的車用 機速沒有扭植地形的機車 造成這個機速骨折 這兩個車好這個機速觀音 都要再調查 救護車 今年廣告現場 將上車從不來出帝後 送上救護車 不過因為傷勢太貴重 當中已經沒有死命真相 傷者一名機車騎士女性十六歲 後腳走小腿骨折 受傷是一個十六歲的理性小路 雖然經期送便宜救折 不管是回天滑舌 事情發生在三後最悟 警方表示理性小路 當時沒有照在騎車 都沒有外出做工作 經過民鄉丁倫川 倫仔店跟台語算的路靠時 它是重量電到公車發生事故 這次車輪落後的塞兵交到渡滅了 它是沒有注意到當時的燈好是紅燈 就在這裡躲完 落到當時 等你燃到塞兵橋 由百翁南形式的山材機車 三後廟也四點外 在萬里塞兵交給轄車 塞兵立路段 當時一個七星家室都在騎車 都在騎車 都在騎車 如果騎車的紅燈起司骨折 五星星期也很多所在都洗凌 上以後價值不大 五酒駕情勢詳細造勢原因有待遺青 警方呼籲民眾用戶時 因注意車檢狀況 警方提出民眾經過路口的時候 要還要提供見隔 兩家屬國的客室原因 警方都還要繼續後續來調查 記者苗栗嘉義 蔡宏寶都